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2019年中国总体经济概况 那我们首先,我还是跟上一次,我跟昨天一样 我还是讲,这个是仅供参考,不误言论责任 那你们要注意一点,听一听 那你觉得讲的好,讲的对的不会,你就留下来 那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够好,不够正确的地方 你就帮我自动更正就好 因为这个总体经济,因为要讲中国的总体经济 比美国还要难,为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一个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国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它因为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这个民族性格 他们都比较碰碰一点 都会属于自我膨胀 然后那个就是在地方政府那边,它要灌水一次 所有的经济数据,它要灌水一次 在地方政府那边就惯了 那为什么要惯呢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好跟银行借钱 就是把数字做 把它做漂亮 包括中国人品跟企业 全部都这样做 有很多关系上面的东西 可以调 如果你们是业内人 你们都知道 就是把财务报表做很漂亮 其实那本身就是灌水 这是中国人常有的 你知道吗 常有的 他们的习性就是这样子 就是偷摸拐片 所以所有的经济数据都不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 只是谁做得比较漂亮 谁比较不会被拆穿 然后谁挖东墙 补西墙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我说 中国的经济问题 就是中国的民族性形成的 就是偷摸拐片 然后骗怪头臭 这对中国人的习性 喜欢做一些假的东西 然后重点你要记得 他们要做什么 骗钱 跟银行骗钱 你要记得 所以你现在要跟中国银行借钱 很困难 我就是跟你说的 我就签字都不够了 对吧 我哪有咬咬你 不可能的事情 他都 我跟你讲 他都自己 空崩拐片都不够 他会分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搞他们自己的经济的 你要懂 他们就是喜欢做一个表面外壳很漂亮 然后就到处去骗钱 比如说这个 你知道这个东西明明就只有值50万 然后他偏偏就是要讲到200万 让你去杀 然后都骗你 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啊 对 你买下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他们就讲一套做一套 里面所有东西都灌水 你很怕去买到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买下来都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有跟中国买过东西 我知道 他表面上都在网拍上面 比如说他都跟你拍得好好的 来的东西都不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他的民族性 都是喜欢 你只好 喜欢做那种假的东西 所以我跟他们买东西也都一样 我都很怕 你如果常跟中国人在做生意 你就知道 他就讲一套做一套的 他表面上看见都漂漂亮亮 里面东西一掀开都不是这样子 他都跟你讲好的 坏的他绝对不跟你讲 为什么这样才可以卖好的价格啊 可是你买的人 你买到你就干死 就这样子 就是中国整体经济的状况 都是空蒙拐骗的东西太多了 好多好多的财务陷阱 好多好多的债务陷阱 好可怕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前面文章 我前面 我演讲有讲过 真的是强盗国家 其实他的经济发展的不错 但是他就全部都在做这些空蒙拐骗的东西 所以 那个里面就是比较没有信用 他比较没有信用 就是信用做得很差 他的内部信用做得很差 没有人要相信人 你知道吗 你讲的东西我也知道是假的 其实大家因为 因为都行啊来 大家都在做假 所以你讲的我也听得懂 为什么 因为都是假的 然后他都去骗谁 骗那个不懂的 像我们讲的台湾人就很容易被骗 就这样子而已 你要懂中国人 就是一个空蒙拐骗的民族 就民族性 他就衍生到 他的经济就会有问题 我最后再来讲这些问题 那因为他很容易做假 所以我就抓一些 不容易做假的数字 来做他的参数 因为我还是要评估 只是我会用更严谨的参数下去评估 当然这个 就比美国经济在评估更不准 大概美国经济可以看出来80% 这个大概只有看出来60%而已 到底里面实验上的状况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有看外观 我看外观我就怕了 我连摸都不想摸 因为我连看都不想看了 那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看 就算很难看 我还是要看 那我要看 我要看准利点 我怎么看 就抓那些不容易被做假的参数 那哪一些参数不容易做假 那我们现在比较容易 就是要看到两个部分就好了 那那个比较难 做假的参数在哪一边呢 因为中国的海宽的出口值 跟它的进口值比较难做假 因为你做出口的话 那另外一个国家接受国 它一定要那些货物 才有办法做出口值 这个在世贸组织那边也有资料 所以它比较难做假 它的出口值 进口值 还有工业制品的出口值 还有进口值 还有出体产列出口值 进口值 还有石油相关的进口值 天然气相关的进口值 还有非使用原料进口值 还有这个矿物燃料的进口值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靠出口加工 来完成它的转型 它从农业经济怎么变成工业经济 就是出口加工 所以我们完全就看它出口加工那一关就好 那我们知道工业如果在成长的话 它质量在成长的话 它的进口值一定会增加 它的进出口值相关的东西一定会增加 你只要看这个量 因为这个量比较不容易做假 这个东西就比较有客观标准 因为有进出口的依据 所以它就比较难做假 那我们有这个来评估它的整体的经济的成长动能 我们来看就会比较准 但是它不完全 我跟你讲 大概只看出来六成而已 因为还有 因为有好 因为有好多参数 我没有加进去 因为也不能看 因为那个看了反而有干扰 你对那个经济的状况 你反而产生干扰 因为那个东西整个数字不准 所以不要看 那你就看那个比较准的就好了 然后大概抓个六成七成这样 它的状况就好了 大概也只能抓到这样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它那个整个经济数据已经假到不能看了 就可能连里面的经济学者自己也摸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了 因为我跟他说乘乘灌水 你看地方要灌一次 我讲他要跟银行 他要就是要跟银行借款 不管就是要吸引人家投资 吸引一些不败就去败 所以他就把数字在地方就做很漂亮 然后你知道吗 他到省的时候 他因为要汇报给中央 他自己也会再擦支抹粉底下 就是本来已经碰碰了 然后他再碰碰第二次 然后最后支要 送到他们那边的 统计研究院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 因为他们官媒嘛 所以又再擦支抹粉 所以他总共涂了三次 你根本就看不清你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那他报出来的数据 原则上你大概腰斩 就差不多是他的状况 差不多是腰斩 大概就是他实际状况 因为绝对没有他讲的话 因为他绝对擦支抹粉 因为那个民族性就这样子 所以他很多东西 你要看到 你要就比 就是要想办法抓那些 不容易作弊的数字出来就好 就你看像我拿了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就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不容易作弊 因为他只要有出口 然后就是他的接受果 他那边一定有海关的质量 所以那就不容易作假 那你进口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对方的出口果 他一定会有基督 他为什么 因为要客观税的问题 所以他要做这个总 就是做总量的统计 所以这个数字就比较客观一点 不容易作假 那也可以看出来 他的经济成长动能 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主要看出来 他的经济成长动能 就会比较 人家讲要客观一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谈两个部分 第一个先看他经济成长的动能部分 那我先跟你讲 结果他这块还可以 还不错 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他问题在哪一边呢 在总体经济状况 这个呈现这边都产生好大的问题 那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哪里 在他的整体的财务结构 我先讲完 他的财务结构有超级大麻烦 但是他的经济成长这一块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他现在问题是财经问题 是财务的问题 Finance那块的问题 那块已经大到好难解决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我会把整个状况跟你讲 做一个比较 然后我们总体经济状况的呈现 我抓了一些参数 这一些参数也比较难就是做假 中国的进出口差额 这是他的外汇存体那一部分 因为他进口出口之后 他一定会有就是结语 外汇结语 他的进出口之后 他就变成他财政上的结语 然后第二个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还有他的支出 这个也比较难做假 因为他收入多少跟支出多少 这个东西大概做一个 这个也比较难做假 这个是比较会客观一点 然后还有他央行利率 因为这是公开的 所以他也不容易做假 还有他定级存款的余额 还有佛级存款的余额 大概也比较难做假 然后M2 M1这个东西 大概因为他发多少钱 在那边其实上都看得出来 但是我跟你讲 里面结构有问题 这个东西就比较难做假 你说财务报表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做假 他这些东西就还 还比较难一点 因为他在世界银行他那边 他也全部要公告这些东西 他整体那个银行的概况 他这些东西都要承包上去 所以这些东西就比较难 就比较难造假 这些都比较 就比较真实 还有他的明目GDP 当然听说是有灌水 但是我们做一下参考 他虽然有灌水 但是你大概打个折 大概也知道说 他的经济实际上 他的经济成长状况 其实是有成长 你也不能说他全部都没有做 这样子 没有了 他还是有成长 只是那个预期性 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而已 那我们看一下 他最终他的零售 就是他的消费部分 我们看他消费成长的状况 再来跟他明目GDP做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的状况 还有他的用电量 这个用电量跟整个经济发展都有关系 最后 其实我们最后这三个要做什么 要做前面的检订 因为原则上这个都会正相关 这个出口时进口时这边全部都会做正相关 但是我们最后要做一个检订 到底跟前面的整个数字是不是合得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加这三个 因为要做整体经济的检订 就是要抓到底这样做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们还是要做最后的最后的试试 那整个 我这整个总体经济的评估 我评量经济我做完了 大概只看出来六成而已 整体的部分只看出来 因为有很多参数应该加进来 但是我就不考虑 因为想说应该是不是真的 那反而会把这个真的部分 你知道整个状况都捣乱 所以我就不加那些很容易灌水的参数 我就加一些很难灌水的参数 下去评估它的状况就好了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真的 比较不容易 不容易被人家动手脚 你像那个失业率就很容易动手脚 像失业率我就不敢加进来 通货膨胀率也很容易动手脚 因为这两个都会卡到 就是提取样本的问题 这个很太容易造假 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不会考虑的 像你可以听我上一篇 在评估美国的时候 跟评估中国经济的状况 用的参数就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用的是比较实在的参数 很难去造假 那美国那个国家他比较难造假 你要把你造假 那个整个一倒出来 我跟你讲 那可能都解散掉 所以他们比较不敢造假 因为他们法案很重 在美国这样 所以他整个数据 大概参考值就很高 他的性高度就很高 那你像中国所有的经济参数 我跟你讲 真的是参数而已 真的是参考而已 听听而已 看看就好了 那你要自己去抓一些参数 就是不容易造假的参数来看 这样会比较准一点 就以上用的一些参数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你们先检定一下这些数字是不是比较难造假 这些都是比较难造假的部分 那我们就用这些来看会比较准 那资料来也是全球经济指标开放资料库 就跟看美国经济那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上 那我BDL会放上去 Final我会放上去 大概准确度大概只能看出来六成 那我的信心指数应该有超过85%以上 这个真的不高 为什么 因为讲老实话 这些只有60% 看得出来的参数而已 他不能反变所有的状况 大概也只能看出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的时间也蛮有限的 然后大概用一个简历看 大概就只能用这样来评估 就是比较客观一点 再来我因为有看完了 所以我先把这个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建立 我先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 然后你们仔细观察 你们仔细听我讲 因为等一下我会一样一样来分析 他里面的参数 但是我先把结论跟你讲 然后你才会focus这些东西 然后第一个 就是结论 促进中国人民的薪资成长及消费 那总体经济短期没有问题 总体经济短期间没有问题 他跟美国状况很像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国家 中国跟美国用的经济政策都一样 就是扩大性的财政政策 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实都一样 所以因为都用的方法都一样 所以产生的问题 最后结果也一样 都一样 但是中国的状况比美国还要差 在finance那块 在财务那块 比美国还要糟糕 糟糕太多了 已经糟糕到已经要插业课模了 差不多没有救 就这样子 跟你下结论 他在财务那块几乎崩盘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约 那还好 虽然说他的风险已经高 但是原则上我认为 他可能还会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 是专制的国家 然后他所有银行 只有四大银行 那个全部都在共产党所上 所以他可以操控银行 所以原则上 他如果要硬撑的话 他也不会倒 但是他经济会受内伤 所以 所以他虽然风险已经极高了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倒 我不认为他会倒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共产主义 人家是社会主义 人家是枪杆子出政权 他说你不可以倒 你就不可以倒 你要倒 你全部都给我判刑 抓来枪毙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不是民主国家 说我契约我不要就算了 我倒了就算 我清盘就算 他不让你清盘 你要懂我意思 他现在已经 你知道他可以叫你不要清盘 你就在那边给我钉着 你不可以给我下岗 他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 他不要让你破产 你就不可以破产 你要知道 他真的有这个权利 你要破产还不行 你要懂意思 他不让你破产 他到底在那边拗 可是没有办法 人家就是这样子 人家就是 对啊 人家就是专制极权的国家 所以他可以不让你倒 所以 他有那个办法不让你倒 所以你忘记 他的方法有一百种 他就是不让你倒 不是这样子 你要逃跑还不行 你要逃跑 现在 我跟你讲 你要逃跑 我跟你讲 你明天就被抓到了 你要是早上逃跑 你晚上就被抓回来 所以也很难 所以现在就是 他的状况就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他可能风险很大 但是未必会倒 因为他的方法 手段太多了 用不正常的手段 可以撑的方法太多了 然后第二点 中国民间实体经济的产列及服务 投资太少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钱太多 跟美国状况一样 你宽松的货币政策出来之后 你会 就是什么 你所有的那个 货币已经被稀释 然后你就会感觉 那个整个 投入的 money太少 这是一样 跟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他解决 他的经济问题 还是跟美国一样 在他什么 在他消费 跟他的投资 在他中国国内的消费 跟投资 他只跟美国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都是 超级大的经济体 他们最终要解决 他们自己经济问题 还是在自己的投资 跟消费 他不是对外 因为等一下 我会看到这个问题 中国对外出口 这部分能够再拉动 他经济的部分 几乎没有了 已经没有空间了 所以出口那一块 要拉动中国经济 几乎是绝望 那一块已经疯了 现在只能说 跟美国的状况一样 就是看他的民众的消费 他的消费如果能够拉动的话 他的整个经济的投资 可能会改善 所以中国现在 总体经济的问题 跟美国很像 但是我跟你讲 中国的财务结构 比美国还要差太多了 现在就差在这里 然后第三点 就是控制中国 整体金融的财务结构 风险太高 就前面就已经下结论了 这个风险真的是太高了 那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其实我想得到他怎么解决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好了 这让中国人自己去想办法 有啦 他们的方法很多 其实我大概想得到会几样 你就 如果是真的就跟打麻将一样 真的就打完了 就打不下去 我们都全部相关 我们全部都把牌 往海底里面推 再来一次 对不对 那你就听得懂怎么干的 中国人就打麻将这样 怕掉就大家呼呼 会再来 最多是这样子而已 他没在怕的 所以他的方法很多 他不是像美国来讲信用 想办法要维持这个信用 他如果看信用没有办法维持 那我就不要维持 我们再来一次 就这样子而已 呼呼会再来 就这样子 反正他没在怕的 对啊 他方法很多 他方法好多好多 所以 我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 就是他都把他拆下来 都拆下海底再来一次 就是这样 呼呼会再来 反正他没在怕了 再多不愁了 反正我跟你讲 欠一兆也是欠 欠十兆也是欠 欠一百兆也是欠 反正都是欠 反正我 就不打算缓了 对啦 我的呼呼会还来就对 对啊 就是这样 我在看他做法 所以现在蛮危险的 他那个整个财务风险 已经财务结构 已经到达 那个 几乎要崩 就要崩溃的灵界值 对啊 我不知道怎么 怎么样 因为这个我不能猜 因为这个是中共的政策 这个 我是只能猜而已 那我知道最 如果是 真的要来处理 是要怎么处理 有啦 还是有方法 不然就学日本 这是零利率 我最后再来讲这些东西 过来第四个 意志中 中国共产企业的金钱价格 套利游戏 他似乎有 以债养债 还起不还本 盲目扩大货币供给额 直接从银行抢钱 所以中国未来面临 什么以庞大的信贷危机 他已经用尽货币 政策所有的钱 他已经把所有的 未来子子孙孙 差不多将近三十年的 货币供给额 全部用完了 他很快 他只用了二十年 就把五十年的货币供给额 全部用完了 中国人用 中国人在用钱的 速度实在有 有够惊人 反正他就是钱 再多不丑 反正一直借一直花就对了 反正如果有问题 那是未来的问题 现在就是先度过这关再讲 那我不知道他这关 能不能度过 其实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对他的 我对他的了解 大概只能了解百分之六十 你知道为什么 虽然状况很差 但是处理的状况 有非常多种 我们也料不出来 他怎么处理 我也料不出来 他怎么处理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大概只能看出来 跟你讲 他的经济状况而已 那我跟你讲 他的实体经济部分还好 但是他问题 部分在哪里 在他内部的财务结构 那他中国内部的财务结构 怎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怎么处理 但是我知道状况很多 然后风险非常高 已经高 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然后等一下 我会跟你提一些数据 给你看 然后我们先看 他的出口值 海关的出口值 他大概从2000年到2018年底 他现在成长了16倍左右 16倍 但是他从2015年之后 他就停了 他就在这个区间里面换 所以原则上从2015年之后 中国的出口就已经停顿了 就已经停在那边了 他的出口已经停了 你知道吧 他没有再增加了 但是进口值 我们看一下他的进口值 那进 他进口值 他大概也跟他的出口值 是一样的 不过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成长来讲 比那个出口还要多 就是中国现在的进口比例 的增加率高于他的出口 的增加率 就是说他现在进口比较多了 他比例已经提高了 已经比较多了 但是出口已经先减缓了 但是进口还 他还没有说停的很多 他还是有微幅的增长 那所以代表他实体经济的部分还好 他实体 中国的实体经济状况其实还好 你如果现在在中国里面 纯粹做出口加工的 其实你不用担心 其实他内部的财务结构 也不甘你的事情 那是关中共政权的问题 那也不甘你 也在做出口加工的问题 反正你就做出口加工而已 那个只是来掉加工 然后就赚外汇这样而已 你如果是出口加工的产业 这倒还好 那你只要考虑里面的成本的问题而已 那其实都还好 所以他在进口跟出口来掉加工 在外汁这一部分 原则上没有太多太大问题 在实体经济上面没有 真的是看不出来什么大的状况 所以他实体经济是还好 我就看数字跟你讲 其实还好 只是跟你讲他已经趋缓了 从2015年之后 他整个出口几乎就很少再增加 他增加了 你看这个比例真的不高 你看2015之后 这几乎到顶都挺了 那大概去年2018年 大概跟2015年 这四年差不多了 所以他的出口 已经差不多就在这边 但是你说他有摔这边吗 他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块是还好 他的出口部分要拉动 他经济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今年美国会加大对中共的出口的管制 所以原则上这一块可能就是停了 就是停在这边 但是他应该也不会摔在这 就是停在这边而已 所以他要再用出口拉动 他的经济几乎不可能 那进口成长也差不多已经减缓了 但是他进口还是比出口再多一点 等到比例增加了 那他中国制造会从2015年就停了 差不多就这样子 他未来再几年大概也是这样子 他的出口可能 我是觉得可能没有忘了 他出口增加 要拉动到经济就没有办法 那他进口金额反而有提高一点点 反而比这个什么 比进口值还要成长还要再快 对 他反而是比他还要再快 所以 他进口值 他进口反而比较多 那还有他初级商品的出口值 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讲 因为中国是一个来料加工 就是他需要很多原物料的国家 那我们看一下他 在原物料出口上面 只有100万千万亿 10亿百亿 一个月差不多只有100多亿 的出口 但是他的进口值更高 他对很多原物料那边的需求 非常的大 原物料 所有的东西 你包括古物那些 你看他需求量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先看他出几产品 就是农业 跟那个矿业的东西 他进口非常多 他一个月就可以进口600多亿 美金 他一个月 就可以进口600亿美金 所以他对美国的出口经济 在农业 在矿业这块去贡献非常大 因为中国是个来料加工的国家 然后他很多资源基地不够用 为什么 因为他人口太多了 人口13亿都将近14亿 所以 所以他需要非常多原物料 他基本上原物料都已经不够用 这是他最基本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你看他的农产品在出口部分就很小 一个月就只有一百多亿 但是他的进口数六百多亿 所以你来看他是不是原物料的进口大果市 像我们前面几年的时候 原物料我们大涨一波 主要什么原因 就是中国的这个原物料需求 你看他一个月就有将近600亿的原物料需求 然后还有我们来讲一点 他的出口部分已经先停了 但是他的进口部分有没有停 其实没有 他的进口还在增加 然后对原物料需求还在增加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这些东西 我们一起谈 等一下就一起谈这些东西 然后石油也是 他石油现在一个月 就可以进口大概250亿美元的原油 他现在每个月的 他们每一天原油的生产量 大概500万桶而已 他的缺口大概中国经济差不多 1100万桶 所以他的石油的自举率 大概不到一半 只有40%而已 大概60%的原油 大概60%原油都在进口 从哪里 沙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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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 还有就是听说非洲一些国家 他跟印尼跟澳洲都有买 所以他是石油的进口大国 他跟美国一样 都是两个国家 都是石油都不够 他石油还在增加 现在你看原油价格下来 你看他还在 你知道他那个进口 他还增加 那代表什么 他买的更多 他买的更多 因为什么 因为便宜要买得多 那些原油一桶 50块 4050块 真的不贵 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他还是拼命的买 所以这个是一样 他的进口部分 其实还在增加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那天然气也一样 因为你经济在发展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 他一定会增加 石油跟天然气 这两个是最基本 还有什么呢 就是非食用原料 就是一些矿物 一些矿物 他不是来使用的 比如说那些大豆 这一些也看得出来 其实也在高档 然后好像也没有 就没有衰退的迹象 然后这个矿物的进口值 润滑油 这些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这些数字 比较客观 不容易造假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需求 还是非常畅旺 虽然他的出口停了 但是他的进口 还是很畅旺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中国的内需经济 其实也没有 我们想的那么不好 所以他的实体经济还好 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实还好 那他的出口差 就是进出口差 他每年 他大概每个月 他曾经最高一个月 他一个月可以赚 大概是600亿美金 最多 当然现在没有 他现在平均一个月 大概可以赚到 将近两三百亿美金 所以中国一年的 初超来讲的话 大概有将近平均 超过2000亿美金 超过 那你说像去年2018年 他就出超3000多 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平均 那平均是什么 平均是从2000年到2018年 你看他每年就是平均出超过 2000亿美金 你看这几年 对他有点是一个补贴 然后他能够拉 他能够拉动的经济层数 非常的大 因为出口能够拉动 经济层数非常的大 所以中国的GDP 他成长很怪 为什么 因为他出口在拉动 他一开始出口在拉动 他经济账 差不多百分之四五十 但是现在已经降到 差不多剩下百分之二十 他现在主要是 靠他中国内部的消费 他消费那一块 我看是还没有减缓 所以代表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实还好 没有我们想那么不好 他实体经济 还是蛮OK的 那我们看他的财政收入 你来看他的财政收入 你看他的财政收入多了二十倍 他从2000年到现在2018年 因为他的经济在扩张 所以他政府的财政 财政数字来讲 他多了什么 多了二十倍 财政收入多了二十倍 代表中国经济成长 谁是最大受益者 其实是中国 中共 中共是最大受益者 中共政府 这个政府 他是最大受益者 那他的支出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我在看他的比例来讲 因为他本来都有财 在财政上的结语 那后来因为他学美国 他一样用那个经济政策就是凯因斯的什么 扩大型的货币政策 一样拼命的借 拼命的做 他虽然财政收入很多 但是他花的比他的财政收入更多 他也学美国用凯因斯那一套 就是扩大型的财政政策 所以他一样 他虽然收入很多 但是一样他花的更多 那我们来看一个 他的财政收入是多二十倍 但是他的支出 多三十倍 你看他 你看他花的 他花的比他收到还要多 这是学美国 扩大型的财政政策 所以他中国经济成长率 大概一年都有超过七%以上 这二十年 平均大概有超过百分之八以上 我这成长数据也是非常快 大概比 大概比我们那个台湾在 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在飞的时候 我说也差不多一样快 所以你看他那么大国家 他经济飞得很快 你说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学美国那一套 他把我们台湾成功那一套 全部都移到中国去 所以他整个经济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那再来看他的利率结构 他的利率结构从2000年到现在2018年 几乎没有改变过 他属于那个宽松型的货币政策 他所有的利率都低于 他的央行 他的央行那倍利率都是低于 大概7%以下 当然他民间在借债 可能高达百分之十 但是他央行的公告利率来讲 大概都在百分之五以下 都在差不多非常低的水平 我们从这边看 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五 你跟他加一加只有百分之五 当然民间可能有一些风险贴水 你比较难借 可能要借到十% 因为他风险贴水 他比较难借到钱 所以你要利率比较高 他才愿意借 当然所以 所以整个Average来讲的话 他的利率其实在低水平 你看他的经济成长率有超过八 结果你在看他的利率只有多少 只有五 但你看是不是非常宽松 所以就是宽松型的货币政策 然后我们看中国的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增加几倍 增加36倍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中国人民真的是非常的勤俭 真的非常的爱钱 政府发多少钱 全部都撒出来 人民全部都接受 就是把他行为也让得下来 拼命的干 所以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快 为什么 因为人民很勤奋 人民很爱钱 然后拼命的赚钱 这个也是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 有效的原因 就是人民要勤奋 人民如果很懒的话 你钱傻了 他也不减 你要知道真的有一些国家 你就算钱跟他傻了 也没有用 你知道吗 像有一些土著国家 文化水平比中国还要低很多人 你钱傻了 他也不知道那是钱 这个要干嘛 能吃吗 就这样子 因为他不懂资本主义 所以有一些国家 你钱傻了也没有用 中国这个国家是人民很勤奋 人民都很认识钱 你要跟中国人讲 什么法理他都听不懂 他自己就跟他讲钱 他都听得懂 奇怪 你就跟他讲一些法律问题 他怎么他都不懂 但是你就跟他讲钱 他就懂 就很奇怪 反正这个民主就是 对那个 对那个口口 对那个钱 那个非常的敏感 人家说那钱 就他的第一次命 就这样子 所以那个钱 傻下去全部都有用 人民也拼命赚钱 就是中国人的特性 特别爱钱 钱是他的第一生命 比他的生命还要贵重 就这样子 所以他拼命的干 他只要有钱 他就赚了 所以你看他的货币政策有效 他的财政政策有效 为什么 然后最后反映在哪里 他的存款 尤其是他的定体存款 因为定体存款部分 主要是都是多余的 剩余的 那他现在的值有多少 是大概有35兆 人民币 吓死人 35兆大概多少 5兆美金的存款 他这个主要放在人民的部分 因为只有人民会去做定体存款 这是一般都是人民在放 这代表 中国的货币政策 傻了人民 全部都有去接 所以人民也有受益 不是说都没有了 然后还有就是中国的活起存款更多 吓死人 他的活起存款是将近47兆 所以这代表什么 中国充满了流动性风险 因为这种N1你知道 因为中国的活起存款是没有利息 那你要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利息 他的愿力放在自己的身边 就代表这个活起存款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动作 比定体存款还要好 因为定体存款的利率 大概只有像央行公告的利率 就这样子 4%5%这样而已 因为你大概放定体存款 只能赚4-5%而已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他的活起存款 比他的定体存款还要多 当然是中国的人口比较多 然后因为中国人民都喜欢摆一些资金 一些人说的 中国人一般来讲都有现金 像我们那些家家服务里面 可能都放着11-20万的现金 都放在家里面 有没有可能有 我们差不多家家服务 我们手楼上都有些现金 因为中国人民人口比较多 所以他如果在身份放个2万块 3万块人民币在家里 那个也会非常正常 所以这个中国的活起存款 N1这部分他非常的多 这个也非常正常 但是他这边 部分是主要什么 是活起存款 他这个不是说只有那些 钞票而已 那你要想说 他为什么要保持这么高的流动性 就是代表 他这个用途实际上比定期存款还要 就是还要再高 那我在看这个活起存款跟什么有关系 跟房地产买卖也有关系 因为只有这个房地产的买卖才需要这么多的现金 这么多的就是一些活动存款 就可能就是放在哪边中国一些基础建筑上面 所以他们都放很多很多的活起存款 那这部分因为我没有研究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活起存款这么多 但是我跟你讲 这里面是有非常大 因为充满了流动性的风险 这个活起存款比定期存款还要多 这个不是很正常 你从这个数字里面就看出来 他有流动性的风险 他不是流动性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钱 他钱非常的多 他有价格风险 他会反而造成市场价格的波大 你管这么多钱 将近48兆人民币 那个都是活起存款没有利息的 他为什么没有利息 这个里面一定有大问题 我在想可能跟一些债务的问题有关系 跟房地产的买卖有关系 所以这个活起存款才会这么高 这个不正常 因为原则上应该是定期存款会比活起存款还要再多 结果这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不一样 那个财务结构不一样 他的活起存款是比他的定期存款还要再多 多很多 他不是就多一点点 这是多的非常的多 所以他的等于整个M2结构里面 他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活起存款 那我不知道里面是在做什么手脚 但是我看跟债务有关系 因为活起存款跟这些债务的融通里面 就有很大很非常大的直接关系 到底他们怎么做的 我就是没有研究 因为我没有看他的结构 因为我也看不到里面的资料 但是看里面就是我刚刚看这个数字就有问题 他的活起存款达到48兆 吓死人的吓死人的一笔钱 对啊 那你来看啊 中国的定期存款跟活起存款就加起来就多少 将近80兆 这个你来看他的那个整个M1跟M2的结构就好 这个是下死人的规模 但是我跟你讲 他的活起存款 这个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个我没有办法评估 但是我跟我在猜跟里面的房地产买卖 跟债务的一些融通 他们有关系 所以中国老百姓也不是都没有钱 他们钱也蛮多的 那我们来看到M2 这是最大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定期存款加上这个活起存款 然后他还有一部分是M2 这是总体的货币供给额 他现在是多少 182兆 吓死人 他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增加15倍 那我问你 他的经济有成长15倍吗 美业有成长15倍 可是他的货币供给的成长了15倍 你来看 所以在里面掺水掺的多严重 所以他未来的整个就产生非常多的 这个利率风险 价格风险 这些全部都有了 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谈 大家先看一下这三个 就是就是我跟他 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问题 在哪里他的财务有问题 财务结构 市场的财务结构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反正弄到怎么 所有的数字都不正常 大家看一下 就是M1 你看他的M1就是跟中国的火级存款 你看他们两个就很像 所以他这个M1的部分 主要都是火级存款来的 那M1加上他的定期存款 然后还有一部分属于企业的债务 就是企业的资产 还有国际的资产 还有银行的一些比较属于半流动性的资产 这边全部都可以算作M2 但我没有看他的结构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火级存款跟定期存款以外 还有将近100兆的人民币是属于M2的状况 就是属于我讲难听一点 就是放在共产党的时候的口袋里面的钱 有将近100兆 他可以随时做一些融通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 当然看拿了这么多钱 当然我们会怕怕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不知道是怎么 就是未来要操作他中国的一些 内部的一些财务结果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里面有问题 那我们看他的明目GDP 他明目的GDP 这是从2013年而已 你要看他从2012年到2018年 他的经济成长也不过才一倍而已 那你看你看他的整个M2都多了15倍 你看到钱是不是应多少出来 这跟美国很像有没有 但是他的状况比美国还要严重 他的状况比美国还要严重4倍以上 就是钱很多都傻 但是都傻到没有用的地方去 就是他M2是虚无缥缈往横的增长 然后增长得非常的可怕 然后比美国还要惨 我们昨天有讲美国的 你可以去听美国 美国已经被我讲得很惨 他的状况比他还要惨 还有我们就看到了消费的零售 因为我们要做前面经济整体的检定 他的零售这部分 其实是一直在成长的 所以我已经讲了 他的实体经济其实还好 中国的实体经济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现在都在哪里 都在他的整体的财务结构 产生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个系统性的财务风险 当然我已经讲过了 他应该不会倒 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如果不要让他倒 他就不会倒 这个我讲过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国家 他整体的用电量 他也在增加 所以这个跟他整体的经济 实体经济来讲 他还不错 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实际上 中国的实体经济还好啦 还好 没有我们想象说那么的糟糕 他现在所有问题都在财务结构 他内部的财务结构 有问题而已 还好 所以他的问题就一半 可是他另外一半好严重 就是财务结构问题 那个比美国还要 大概严重 大概三倍四倍以上 所以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 我们这边就下一些结论 第一个 中国的经济成长将会趋缓 这已经看出来 已经慢慢在减软 他的出口已经在减软 但是现在就要看 中国人民内部的一些消费 他消费还好 他还有撑起一片天 就是中国人民的消费 他有把经济撑起来 所以中国的经济还是会成长 但是在出口那块要拉动 几乎已经没有空间了 他会被美国那边压缩了 中国的经济 以出口拉动成长的时代 已经正式结束 于2015年已经看出价 所以2015年已经停了 他的出口就没有再到复的增加 2015年就差不多是他的高原 高原期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他出口的高原期 看起来短区间应该也不会到复增加 然后第三个 但是进口量仍然持续成长 似乎有出口转内需的重要方法 对 已经看出来了 他的出口那部分虽然都没有增加 但是他的需求部分都有在增加 你包括他的原物料 其实也持续在进口增加 所以中国的经济 我看实体经济没有我们想那么糟 其实还好 还好 所以中国经济 我认为短期间内 至少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都问题在哪里 都是在他的财务结构 再来我们讲到开始就是他的问题 就是2015年后 货币供给M2有失控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M2 从2015年之后 持续同比例的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你看到他短短从2015年这段期间 他本来是120兆 现在加到182兆 多了将近60兆的货币供给的出来 短短几年 差不多4年而已 你看平均一年增加多少 15兆 15兆人民币的货币供给的全部倒出来 所以是不是平均的印钱 没有错啊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量已经大到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我们先看了 他的M2部分 从2015年以后就已经有状况 那中国政府防衰退 所以在2015年后提供过多短期流动资金 及低利率货币扩张政策 但是成效不佳 但是有达到欲望衰退的效果 实际上 他的货币政策 其实也有效 至少中国的消费这块 他没有衰退 然后他的出口那边就是只有停滞而已 所以还好 所以还好说他的货币政策 其实还是有效 不是说都没有效 其实还是有效 中国人还是非常爱钱 所以钱傻了 还是有效 那至少没有使中国经济衰退 至少目前还没看出来太大的问题 都是在财务结构的问题 第六个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国内产业结构的问题 及所得分配及消费问题 就是跟美国一样 一直都存在着消费的问题 他现在中国经济问题就是一样 跟美国一样 他的消费一样 都有想办法增加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 他如果经济要成长 一定要自己去想办法消费 因为他在出口这块 已经不能再增多 现在只有往国内消费这块 就是出口转内需 现在一样都想办法去做他 要怎么去转内需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里面的信用评比太差了 现在中国人跟中国人自己都很怕 自己人跟自己人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生意做一做钱受不到 所以我们看 比如说中国他们好像那边 就是开始要做什么信用评比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多生意做一做钱都受不到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改里面的信用评比制度了 好像有在谈 那包括什么人脸辨识有的没有 那其实要做什么 因为要做财务风险的控制 还有信用评比的 那个就是 他们要做这个 为什么 因为生意做一做 都受不到钱 然后我跟你讲 你忽然间聘了一个员工 然后他可能 你就进来说跟你做 做了两个礼拜 那个人就不见了 然后卷款 卷款逃跑 他们公司里面比较有驾驶的东西 全部就这样 咻 人就没了 所有东西都被他抢走了 有耶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在中国里面做 你要做生意 其实风险非常高 你那个第一个生意 你要做一做 钱收不回来 还有你如果 病员工 病病到员工不见 然后把你重要的资产 把你卷款逃走 有耶 很可怕 真的 我都有 听我们朋友在中国 回来 都有在讲 因为他们那边的人 非常难请 就是一样 他内部产业结构的问题 还有所得 会被消费 还包括信用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他们信用一直很差 他们那个人民 为说良好教育的情况 跟你是无法想象的 你是因为你是好好的台湾 你还有基本的信用 你还至少不会乱来 可是他们那边不是这样子 他们在那边就这样 跟我讲的那样 你有员工请一请 然后两个礼拜后 他就忽然间 一天就不见了 然后就顺便把你卷款逃跑 然后你也找不到那个人 因为他留给你所有东西都夹了 就这样子 选管就跑了 他要跟你做生意 做一做 钱你也收不到 没有用 所以他们要出口转内去 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 国内那个信用都很差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 那个也要解决 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他那个状况跟美国一样 都是内需的问题 因为他们经济体太大了 所以一定要谈到他们内需的问题 那再来就进入一些 比较我们在谈的问题 就比较严重了 中国的经济问题 主要是提供了太多的货币供给的问题 会加剧中国 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波动性 中国整体财务结构的风险会提高 比美国危险300%以上 因为我昨天有讲 美国经济 你去听就不是很美妙了 他的问题比美国还要严重300倍 那你觉得会很美妙吗 你就听起来就很不妙了 所以我如果现在有一些实质资产 就如果放在中国 我现在都想逃跑 我一定跑 我不要跟他续合债务 我如果看到这些东西 我就想跑了 其实我大概十年前 我就会想跑 像你知道 像跑的最成功的是谁 我一个 我其实最佩服一个人 那个人叫李嘉诚 他大概2015年 16年就已经全部跑光光 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问题 他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他专门在搞一些投资跟房地产 他对这些东西的财务结构型的问题 绝对是更敏感 只有比我更厉害更敏感 所以人家两三年前都跑光光了 那个 他绝对不是笨蛋 李嘉诚 香港所悟 对不对 你在全世界是排前十名的 然后他专门在做什么 做房地产的开发 这方面他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做一些就是EA的结盟跟投资 像我们台湾的康氏美 我好像记得就是他的相关企业 他就非常会做投资 你看他所有的投资几乎都成功 那你要想说 他是不是对市场之后的结构型的研究 敏感度其实都是比我们还要高的 他就是跑得最快最快的 跑得那个时间点最棒 他为什么要提早跑 因为他很大 他如果不提早跑 他没办法跑 所以人家两年前就跑光光了 因为他很大 所以他要提早跑 因为他那个人的个性跟我是很像的 然后我跟你讲 他是更厉害 然后又更保守的 他几乎做什么都没有亏 他反而他又更厉害 他的眼光又更好 所以他人家当你叫华人区的时候 那不是假的 所以他两年前跑光光 其实他在跑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在跑 他从2008年那个时候就在跑 他前后跑了十年 到2016年就让他跑光光了 因为他很大 因为他整个资产 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 那个要移动 要慢慢移 不然中国政府会盯上他 所以他就慢慢移 分十年慢慢移 2016年就差不多移光光了 他在中国投资项目现在也比较少 他现在主要在英国 在加拿大 我还记得他好像 他好像是现在入籍 好像不知道是加拿大还是英国 但是他所有的财产都在大英帝国里面 他的实质资产应该有超过1000亿美金 因为他有全部都留下来 他现在跑到英国加拿大 然后投资一些基础建设的产品 像我记得好像 那个英国电信里面就有他的股份 他的值股很高 好像将近百分之大股东 所以他很早很早就在跑 他就跑得最漂亮 然后也全部都让他跑光了 你看那个马云 马云他就没有办法跑 其实他去年就想跑 他跑不掉 他已经跑不掉了 你要想跑就没有办法跑了 现在你都不用走 他已经关门 关门要打狗了 你要跟他去 你看 他的就是财务的结构风险 现在要跟你share那些风险 那你看怎么办 那就看得办吧 因为你没跑 你也没办法跑了 能够跑了 聪明人两年前三年前 人家像李嘉诚就跑光光了 其实你看李嘉诚会最准 他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在投资上面 我看你只要跟着他跑都没有错 你跟着他买都没有错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的重点 就是2015年后 短短四年 中国增加了60兆 准量利率5%的M2 光利息支出就要3兆 那你想想看 你增加那些M2的话 是你知道你全部都撒下去的时候 那一定有人要负债 那你就想一个问题 你60兆你乘以5%就好 因为平均利率是5% 那你光利息支出一点就要3兆 多出来这一部分 然后中国经济成长必须保持在5 才能保证整体经济财务结构的安全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整体GDP的总量 是大概是80兆 这个国内生产财务 他现在是每一季大概23兆 你跟他乘以4 大概有90兆的经济当量 这个就是他的生产财务 国内生产财务 那你跟他算一下 你至少经济成长要超过多少 才可以cover这个债务 你至少要成长大概5%以上 那你这个整体的债务结构才不会崩盘 所以中国要想办法 就是保持他的经济成长率 在5%以上 5还太危险 应该要到6 可是你想他有办法吗 我就说那你想要你有办法 那是两回事 你想未必你有办法 他今年2019年可能就要保6了 不知道能不能保 那如果没办法保6就到5了 那已经到达他的什么 他的临界值了 你要知道到达百 你要知道中国经济 如果到达5% 如果都不到的话 我跟你讲 他就整个财务结构就崩了 你知道 这个人家说出来 混是要还的 你有将近180兆的M2 那我问你 你每年经济成长到多少 才可以cover整个债务的结构 整个包括企业政府所有的债务结构 那我问你 你要把它cover掉 那你要 我问你 那你的经济成长要几% 那你才能够cover 这整个这么庞大的 M2的债务结构 因为我没有看到债务结构 但是我看 我光看他的M2 已经增加到180兆的时候 我就知道里面所有的债务结构 一定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 他那个债务一定会比180兆还要多 他多多少 我真的想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里面做统计人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状况一定比我们知道还要惨 一定比180兆还要多 我就跟你讲 我昨天就讲美国的案例 如果赚钱 我就放自己的口袋里面 然后我就跑到美国 那如果万一倒了 反正他都全部都丢包 都丢给政府去处理 就这样子丢给人民去卸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中国他要干嘛 他现在要分享他的债务了 人家那个钱能够捞 能够捞就捞 能拿就拿 全部都拿走了 所以才会有产生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债务 整体债务结构的问题 财务结构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在做事情很狠的 他们最好的顾问 最后的财务结构都把他捞捞掉 你知道吗 出的让人去卸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人都不负责任的 所以他今天的整体的 中国的财务结构 才会这么的糟糕 然后有多糟糕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中国他现在的GDP 有80兆人民币的GDP 但是他的M2有多少 182兆的M2 那你看 他的每一个GDP 他背后的M2 你跟他相乘是0.40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你有很多钱 但是你对GDP一点贡献都没有 这个代表这个M2的结构 非常的糟糕 里面都是什么 里面都是债务 都是一些垃圾 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你的钱这么多 结果你贡献的GDP这么的低 所以这有超级大问题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0.44 你也不知道好不好 对不对 但是你来看美国就好 美国昨天已经被我骂死了 他说他的经济已经 已经去断掉 已经很严重了 结果中国比他还要严重 你看 美国的GDP是20.7兆美元 是2018年底的 然后他的M2是14.5兆 那你两个相属是1.42 比中国高三倍 所以 美国至少在财务上面 还没有太大的风险 但是中国已经降到0.44的 这个GUC整个都是垃圾了 他那个里面整个M2的结构 一定是非常的糟糕的 你来看这两个一对比之后 你知道 中国的财务风险是美国的300倍以上 300%以上就是他的三倍以上 你就直接看一个比资料 这个我不会随便乱讲 所以他里面的中国的内部的财务结构 不知道坏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是我刚看这个 他整个GDP跟M2两个相处 我就知道里面大问题 不正常 因为你要看中国跟美国都属于大型经济体 结果两个财务结构 你看GDP跟他整个什么 跟他整体的货币当量两个一相处 怎么会差三倍 不可能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中共的钱发很多 他的钱印很多很多都出来市场 结果都是对GDP都没有贡献的 都在玩什么 玩金钱游戏 玩那个债务杠杆的游戏 都在玩这些 都在玩钱 他比美国玩的更狠 几乎 我可以讲几乎是从营养里面直接搬钱 用抢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数字 我跟你讲 今天就看这个数字就好 其实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问题 在他的财务结构 他的财务结构几乎是 我刚才说外面破产了 早就破产了 那一样我就回到Final 第三个我在讲 中国的实体经济既然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看最重要问题 就是他的财务结构 控制中国整体金融的财务结构 风险太高了 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那我跟各位讲 风险很高 未必会倒 我已经跟你讲了 中共有一百种说法不会让他倒 但是不倒 会内伤 所以他会内伤 不倒反而更严重 他倒了当然也非常严重 因为他为什么 他倒了他症犬就不保了 所以他应该不会让他倒 他有一百种方法不会让他倒 比如说他如果银行发生挤兑的时候 他命令你不可以挤兑 你一次银行只能够排一个人 那你其他人都不可以堵在门口 你要去领号码牌 然后才来 然后你几点几分才能到 他有办法 他有很多种很多种办法 可以营造一些假象出来 让你觉得他的财务没有那么糟糕 中国人就很会做表面 他这个功夫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你放心他有一百种手法 让你看起来他不会倒 你明明要领钱 他都不能让你领 然后你明明要结会 他都说那你晚一个月结会 他都有很多种很多种的办法 都把你的钱扣住 让你没有办法领钱 你有钱也没有用 你又没办法领 他不让你自由体领 他主要怕什么 因为怕挤兑 他的财务那么糟糕了 其实如果依照中国那种银行体制 早就在欧美国家 早就全部被人家挤兑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 因为人家是个阿爸的国家 所以他可以用一百种方法 不要让银行倒 不会让企业崩溃 反正他就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人家讲的枪杆是出正前 你有钱也没有用 反正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对不对 你要钱还不简单 银行我开的 对不对 你要多少钱 十兆 我印一下 我马上就有了 他们就跟那个蒋介石那个时候 一样 那个很好玩 那个发 那个金元件 发到最后崩 整个崩板 就是那个样子 我有看过那个金元照 是十兆的 就一张纸 上面写十兆 那谁发的 蒋介石发的 那就是整体 他整个 就是中国经济要崩溃的时候 就长成那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会开始怎么样 乱硬乱做 当然我认为应该是 不会那么惨 反正他还有办法去控制就对了 所以遏制中国共产企业的金钱 价格套利游戏 他们还在做这些事情 似乎有乙债养债还习不安 就是我跟你讲 那个账都挂着 然后我在硬兴的一笔钱去还利息 然后我那个本金再拿去用 就这样子 所以那叫乙债养债 债多不愁 还习不安 我顶多就还利息 我有还你利息 我有缴 可是他本金根本就不想还 所以你看 中国政府从他的地方政府到他的中央政府 没有一个人要还债务 他们最多就是我有缴息而已 然后你让他缴的利息是从哪边来的 从营养直接搬的 你知道意思吗 他就说 我现在要缴利息 我今年缴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今年要缴100亿 对不对 我缴不出来 那我再借200亿 就这样子 然后把100亿去缴利息 然后我就赚走 所以那是直接用抢的 直接跟银行抢劫 他们那个中共现在企业都直接跟银行抢了 银行我开的我就自己抢 所以我要告诉我 他们自己人在抢自己人 人家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小 中国人也打中国人也抢自己人 他们银行他们开的 他们一定自己抢自己 你放心 那就银行我开的 我没有钱还不简单 银行打开 对 我要100兆 你想办法弄 你就弄给我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M2增加那么多 他就自己抢自己 就这样子而已 我就说他们是强到国家 他们就喜欢用抢的 他们没有银行自己开 一定自己抢自己 就这样子 所以他的M2整个都飙高 原因就在这里 就像我讲的那个 缓起不缓本 对 他说欠100亿 那你在哪200亿出来啊 100亿挂帐啊 就这样子就自己抢掉下去了 分掉了啊 所以你来看那个什么 他就是这个什么 我们再看的是什么 他的M1 这边的货币供给量 为什么这么 这么的高 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 就像我讲的 他可能是在挂帐 不知道怎么挂的 这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研究他的结构 我不敢跟你讲 但是我看这里就有问题 还起不缓本 他营兰自己开的 自己抢自己 他盲目地扩大货币供给 为什么 借薪还旧 还起不缓本 就这样子 所以他M2整个越搞越大 就这样子 我就不打算还了 就这样子 要不然你要怎么办 你也不能讲什么 人家手头上有枪 还有钱 还有钱 什么都有 你敢反抗他吗 他说要借一百兆 就借一百兆 你要借他 你知道为什么 银行他开的 不然你要怎么办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 他已经公开在抢了 你真的去好好 你真的去好好去 研究他的财务结构 那真的是真的不看 真的有效 你直接从银行抢钱 就这样子 就像我讲的 直接干了 对 银行我开的 我怕什么 中国人都自己抢自己人 自己杀自己人 就这样子 所以他整个 最后面对什么 未来庞大信贷危机 信贷危机 这个问题一定会出来 然后他已经用进货币政策 所有钱 因为他已经把 原来他应该是要用 用50年的什么 货币政策 人家20年就用光光 就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的货币政策 未来可能没办法救中国经济 未来中国 中国的经济 可能还是老百姓自己要想办法 就是他的消费那边 就是不要想办法 然后我觉得他的财务机 我就不敢讲 他已经破产了 他现在已经直接从营养抢货 这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打击无解 所以如果像我在中国里面有投资 我就想办法要挪出来 想办法的钱 我都要多挪出来 当然啦 如果你在那边做出口加工 就没有关系 其实那也不干你的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财产都在海外 所以那就还好 那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你进去里面跟他share的 你要跟他share他经济的 最后你 你那个经济果子没有share到 你share到他的财务 有那个什么财务风险 然后我跟你讲 李嘉诚已经跑光光了 这样你听得懂 那未来中国经济怎么样 我是 他短期间应该 还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 跟美国一样 但是比美国还要惨 那如果美国没有 没有办法救他自己的话 那中国更不可能救他自己 他一定会比美国还要惨 这两个几乎是烂凶烂低 但是中国的状况比美国 差太多了 这我跟你讲 他的 就是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 还好 但是他的财务结构 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 那未来就有两个政策 两个政策 你要想想看 因为我们先做个假设 中国 中共已经不想还他的债务了 那再来他会做两件事情 到最后 搞到最后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我全部的债务 我全部都取消 再来一次 然后我讲的就付误调 就跟打麻将一样 我们要下圈了 就付误调 你知道吗 再来一次 就像说四万多一块 我们也听过了 可能就会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可能 然后第二种可能 就是说 好不然就这样子 我们就学日本 我们就来玩个零利率 就这样子 那我零利率 那我就所有东西可以挂账 我这进户账都挂账 我都可以挂账 就学日本 像日本整个经济泡沫之后 他所有利率都是零 还是负的 我那个时候听说 他的利率还有负零点一的 就是你 如果带一百万去营养基的时候 你一年你要缴 一千块的管理费给他 就这样子 为什么那叫负零点一负利率 就是最高就是这样子 你最惨就是负利率 你钱放银行 你还要被客户 包管费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我看未来就是 中国要几年他的债务 就只有这两种方法 得也忽畏还来 长痛不如短痛 反正我跟你讲 中国没有外债 所以他不怕 债多不丑 要忽畏过还来而已啊 那我们的实体经济 又没有坏掉 我们实体经济还是好 只是债务有问题 那我债务都不想玩了 来打给服务的好不好 再来一遍好不好 反正都玩麻将 大家都习惯了嘛 对不对 服务的又还来 我们没外债 我们没欠别人 我们都欠自己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好不好 那个服务的又还来啊 再一次啊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他再多不愁 对不对 我在讲这个是最有可能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 不然就玩个 对不对 灵律律的啊 就学日本啊 所以他不怕 所以 虽然看起来很糟糕 但是我跟你讲 他有一百种手法 让他不会倒 你相信我 他绝对有办法 人家是非常怀疤 他绝对有办法 就是超越你的想法 就是你不是用那种 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想法 都很gentleman 都很lady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你没有看过强盗 你强盗看太少了 那种手法就抽搭了 你没有 你都看太少了 那你是像我这种 经常在看那些 非常偶发案例的 特殊手法的人 你就知道他会怎么弄了 大概我讲了 这两种方法 最后他就会照这样处理 就忽悟还来 然后一个就是零利率 但哪一种比较好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中共 所以我也没看到 他说要怎么 怎么来解决 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看起来 就是再多不愁了 他也没在怕了 你不觉得 奇怪 债务这么多了 我们学财经的 怕都怕死了 他为什么都不怕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很怕 你懂 你都懂这个东西 你都很怕 他都不怕 他不怕 有不怕的理由 他就准备 跟我讲的这样搞 就这样子 所以他不怕 对不对 第一个我讲 他没外在 他没欠人 他在海外没有外在 所以他不怕 所以他不怕人家去跟他追 你要追什么 我没欠你 就这样子 你怎么办 银行我开了 不然你怎么办 再来一次 我做妆 呼唯我反来 就这样子 你要说什么 你一句话 你也不能讲什么 这就是中共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怕 他有一百种方法 让他不会倒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手法是 超过你一个学 财经的人的想法 他已经超过了 你懂吗 所以他不怕 人家有压箱保 他根本就不怕 人家用唱的 不然你要怎么办 所以 所以我跟你讲 我如果是中共 我今天我也没再怕了 我会叫武警 赶快硬起来 对不对 避免我这个 一叔叔的时候 对不对 人民会暴动 你要暴动个鸟 就这样 我跟你讲 他还是跟你压着 他都说 银行我开了 我要让他倒不行吗 我从来是不行吗 你要讲什么 要大伙扑扑 就是这样 虽然你也不敢说 你最后就成以零 我不要骗 他们真的会这样搞 为什么 他不是你想的 他不是你想的那种 lady gentleman 他不是那种欠了债 会还人家债 他本来就不想还了 他一开始就不想还了 就跟我讲 那个什么 国际法院 他一开始就不会 鸟你什么国际法 他看你有没有利益 他有利益 他就跟你玩 他没有利益 他就鸟你 鸟你国际法 对不对 他不怕你这个 人家枪杆支出政权了 拜托 我说用唱的 我没骗 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 我跟你说 你都太lady 太杰森 所以你这样 突然滚掉 你要像我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是接受他们的考验过的 我都看很多我的亲戚在那边 被他玩死了 不够可能 他们就不了解他的本质 他们就是日本人讲的 那叫强盗国家 强盗强盗 他们用非理性的手段 那不是你 Lady Jasmine的想法 他是我嘴巴跟你讲的这种想法 这样希望你赶快觉醒 知道吗 你就看李嘉诚就好 李嘉诚是最聪明 他跑得最快 我们所有人加起来 也没有李嘉诚的聪明 他对这种东西的东西 我看到他的敏感度一定比我们都还要高 对不对 人家是华人的守护 所以 所以 你就今天这样听我讲 大概你做参考 不一定 但是 我在想一个问题 奇怪 这么危险的他都不怕 很奇怪 他都不怕 他都不怕 难道他里面没有经济学者吗 他没有产业学 我不信 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早就想好 怎么来处理 就这样子 那大家做参考 听听笑笑就好 不要当真 千万不要当真 如果万一有一天真的就这样发生了 然后就发生了 那不然怎么办 就这样子而已 你就撑一零 就这样子而已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